沒有留世紀 天年多個星 大家好 我是Leo 今天要來看日本人對上賽特人 這場比賽是天氣的 阿塔卡瑪 先來看一下 藍方是選擇了日本人 日本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步兵攻擊速度是非常快速的 他的伐木場還有採礦影帝 還有模仿 全部都是半價的價格 所以對於一些野外有非常多的魚群 或是鹿群 都可以多插這個模仿 去野外多吃一點 這個效果也讓他在前期木頭的壓力 也會更小一點 甚至打這個二法木的開局 壓力也會很小 甚至沒什麼壓力 所以日本人也算是一個 前期極限配置來說 可以使用的一個文明 日本人的後期 主要是打工兵還有步兵為主的文明 騎兵部分由於沒有遊俠 只有重裝騎士 也沒有三級馬侃 所以這部分日本人會比較弱勢一點 但也可以用一些輕騎兵 缺後面騷擾也是可以做考慮的 後期也比較適合打一個陣地戰 大型箭塔也可以打出 大概三倍箭矢量 一次可以射出三八箭矢 讓他在這個塔推的效果中 也是獲得一個 蠻好的推進能力 好接下來來看一下賽爾特人 那賽爾特人最大的特色 是他的步兵移動速度很快 而且伐木的速度 也是遊戲裡面最快的文明 那賽爾特人除此之外 還有自己的城堡 劍塔攻擊速度最快的一個能力 只要點一下銀貫技術之後呢 工程器的攻速跟血量 也是遊戲裡面最快的文明 基本上賽爾特人 本身有這麼最多最快的文明的一個特性來說 所以他本身其他的路線會比較弱一點 像是他沒有三級馬卡 也沒有平走 但比較特別是他有遊俠 所以後鞋也可以考慮打遊俠 但是不太常見 那他沒有三級攻 也沒有三級的攻兵鎧甲 所以會造成他的這個弓箭掃 還有戰毛兵 用起來會比較薄弱一點 但是值得一提的是 賽爾特人 封劍時代 很容易可以轉成城堡時代的奴兵 因為奴兵上來說的話 他城堡時代也是能用的 甚至因為他有這個伐木加成的關係 可以讓他的奴兵更好的量產出來 那這也是玩賽爾特人 可以去注意的一件事情 好那我們接下來看一下這張地圖 那這張地圖基本上跟阿拉伯 其實有那麼一點點的相似 那一點點是在於哪裡呢 在於在這個前期的資源分配 野生動物的部分 會比較算是好理解一點 但是木區的話就是非常的稀疏 一定要到中間這裡 去大量伐木或是開城市中心 才可以把這個經濟搞起來 不然你就要一直到處去蓋伐木場 這樣經濟就會很差 因為一塊木區只有800木而已 好你可能在這邊放個伐木場 試完這兩片總共1600 然後再放個100木繼續投資 這樣子你的伐木場雖然會很多 但也只能挖到一點點的木頭而已 所以大部分時候大家會希望把這個 第一個城鎮中心 開在木區的部分 進行做一個潛壓 我是說第一個城鎮中心 是這個自己可以蓋的額外的第一個城鎮中心 現在講話都要很小心 當然這個開局防守並不是有木 所以第一個城鎮中心並不能往前開的 好 這個打法還是比較偏向於 就是你還是要先盡可能保護自己的木區 甚至打一個封建塔推 也會比較適合這張地圖 稍微加速一下下 野外的部分跟阿博一樣 都是少量的金礦 那目前看到日本這邊的金礦處比較長 兩個都是有點偏正面 只有自己的主金偏後方一點 但也算是挺正面的 只有自己的石頭在後方一點點 所以日本這裡來說 會防守壓力會更大一點 反而是賽爾特這邊 賽爾特這邊看起來就還不錯 金礦的話是在右邊 而且有一塊金是在他的領地裡面 比較偏裡面的位置 那也有一塊附金也是在外面 所以總體看起來兩邊都不會太差 也不會太好 好這邊看到 賽爾特人直接上棒棒出去了 好這邊準備升到封建時代 封建時代之後弱馬就會變成武功 剛好補了一些傷害 讓黃色賽爾特這邊的 赤猴血量稍微下降了一點 好那這邊一升到封建時代之後 馬上補下了一個馬就 這邊打算有馬就去對局 好這邊先用一隻長槍兵想要去戳對方的馬 但是賽爾特人這邊已經升好了 三隻裝甲步兵 但是還好賽爾特人的裝甲步兵 只是移動速度快而已 並沒有像日本一樣攻速加成的效果 所以其實日本也可以按一大堆的槍兵 加上漏馬直接正面硬打 也是可以考慮的 因為自己的槍兵有這個攻速加成 好這邊裝甲步兵往上高地想要反打 但是沒有用 這邊拉了很多村民加上漏馬直接解掉了 好賽爾特人這一波前壓失敗之後 後方有來一些弓兵跟槍兵 但是日本人這邊也有 槍兵但是賽爾特人的步兵走的實在是太快了 OK解掉一隻弓兵之後 第二隻弓兵有點難解 後方的槍兵又戳掉了一隻漏馬 哇這隻槍兵立了大功啊 好這邊再稍微微操一下 用自己的弱馬解掉了弓兵 好那賽爾特這邊已經轉出弓兵之外 還蓋出了一個箭塔 這個打一個雙向進攻 這也是我們開頭講的 這張地圖其實蠻適合打封箭塔攻的 因為這個地圖 木頭只要被控住的話 就會獲取量會變得非常非常少 所以能碰到對方的木頭其實蠻重要的 好那這邊看到三隻赤頭 到了後方想要來攻擊墓區 但是這邊有少量的弓兵加上槍兵 擋住了這一波的攻勢 右方的墓區也是直接維好了 這張地圖甚至比阿拉伯 可能還要難打一點吧我覺得 也可以說是不平衡的一張地圖 會玩起來更考驗玩家們的防守 好這裡一隻村民被收掉 但一隻漏馬也是被解決掉 目前看起來首殺是由日本拿下第一個村民的首殺 所以目前已經有一村快兩村的優勢 36對34 好這邊尖塔繼續往上插 那為什麼不插前面一點呢 這個我也不太清楚 如果是我的話我會想要插這個位置 直接插高地喔想換你蓋這個地方 至少你在高地採礦 比較安心一點 好上方這個攻兵呢也是稍微騷擾到了上方喔 日本這邊的反應還算是蠻快的 並沒有太大的問題 好賽特人這邊攻兵加上槍兵還是有少量在按喔 但沒有一直按 還是有斷一些兵 好補下了一個輪軸技術 日本這邊支援量已經快要來升到城堡時代了 日本一點下城堡時代之後 賽爾特人這邊也可以轉一個奴兵 封建打工兵城堡轉奴兵 然後再配上騎士工程器還有修道院 這些東西都可以在第一時間前壓出來 這也是賽爾特的強軍是很厲害的地方 但是日本這邊已經有四個人挖石了 而且劍塔已經有三個人的情況下 進行強攻其實是不太明智的 總共會有四根 有一根在這裡 所以賽爾特人可能一升到城堡時代 可能會三TC先運轉 這裡開一個城鎮中心保護金礦跟木頭 另一個再開在右邊一點的位置 這個地方或是這個地方都可以考慮的 如果直接轉龍的話 對於賽爾特人來說也會比較好一點 但是賽爾特人這裡並沒有挖石頭 所以上城堡時代可能也沒有辦法馬上 去補下城鎮中心 好這邊一升到城堡時代直接先升為奴兵 日本這邊是點下了弱馬的升級 二級木也點下了 OK 日本前壓一個修道院 好 賽爾特人買了一百石頭 看來是要開城鎮中心了 OK 果然開在右邊這個位置 那為什麼一定要開這個位置 稍微解釋一下 因為這邊有重要的礦產兩個資源 該這個地方可以挖少量的木 還有這個石頭 還有這個黃金 可以比較容易守得住 前面這個位置其實也很適合 但是他現在沒有足夠石頭 這邊先挖了一些石頭之後 待會再去開下城鎮中心會更好一點 畢竟買石頭有點傷經濟 一百多塊黃金了 日本這邊打的是肉馬開局 然後再配上耕種技術 賽爾特人這邊升到了弩兵之後 沒有再繼續轉出奇怪的東西 也沒有前壓工程器製造所 要開始慢慢來轉容了 賽爾特人這邊也可以考慮喔 在這邊前壓一個工程器製造所 畢竟這邊是自己的箭塔的射程範圍內 如果這邊有偵查到左邊 右邊這個城鎮中心的話 這邊補兵工程器製造所 投石車是可以直接往這邊砸過去的 其實相當方便 所以日本這個城鎮中心的選址 不能說好也不能說壞 只是單純因為 他這個木區被控制住了 所以沒有辦法開在更好的位置 甚至防守來說也會比較差一點 這也是這張地圖比較不平衡的地方 就是 怎麼說呢 木頭的分佈位置 並不是那麼的平衡那麼的好 好 像賽爾特這邊的挖處 這個挖地嘛 這個凹進去的地方 就很適合再開一個城鎮中心 這邊大爆挖 然後上面的話也比較好守一點 因為兩邊都回過去 好 目前看到賽爾特人 這邊是打算 3TC開龍 他開在後面的位置 好 然後日本這邊呢 是雙TC 那賽爾特人是3TC 然後日本這邊有點下了 齊兵的鎧甲 好前方也補下了一個城鎮中心 OK補這個位置我就覺得還蠻不錯的 這個位置的話 對方如果蓋投石車 還是比較能輕易的 去擋住了 這邊有很多地方可以包插 包抄進去的 但這個地方的入境 就只有兩個地方 這邊跟這邊 這邊是賽爾特人進來的地方 所以有時候看一些地圖 RP的時候 你可以觀察一下雙方的地形 可以去善用一下 好 目前看到日本這邊非常多的洛馬 在賽爾特人家裡繞 看來是要繞到一隻村民了 可以擊殺掉 但賽爾特人的步兵移動出 實在太快 馬上就跟了過來 那賽爾特人這邊挖出移動城堡之後 直接前壓寶 給日本這邊最大的壓力 好 這根城堡可能就沒了 日本這邊整場 有點小小的Loss掉了 但剛剛的洛馬 可能也沒有辦法 去守住這根城堡的建立了 那日本這邊呢 可能就要趕快轉出地龍style 或者是直接趕快安從車 去頂掉 現在有兩種解法 就要看日本這邊有沒有打算這樣做 但現在日本現在的想法 是自己三TC開弄 那這個TC沒有了 後面再開個出來 自己用洛馬呢 去騷擾對手家裡 讓他沒有辦法安心的 往前前壓 那自己則是呢 這裡趕快用洛馬去騷擾對手 好 好 投石車看到工兵 但是沒有砸 而且要撞到對方城堡 哇 結果賽爾特人這邊是打一個寶推啊 而不是投石車開砸這個城鎮中心喔 但他差這個位置也是相對保守 可能是有看到這兩個房子喔 覺得泰神路可能會被解 好 這邊日本直接被工兵逼到了家裡 投石車沒有繼續往前追 因為這邊有少量的鬆爛武士加長槍兵 投石車太過往前的話 可能會瞬間被拆光 好 被拆掉了一台投石車 還可以接受 並不會太慘 那賽爾特人呢 這個文明也是很適合打步兵的喔 因為他的鬆爛武士呢 是遊戲裡面跑得最快的步兵單位喔 而且攻擊力本身也不差 所以體制來說也不會太差喔 比那個 伊索比亞的萬代武士喔 更好用一些喔 雖然兩個單位都跑得快 但是鬆爛武士還有基本的血量喔 70低血 好 這邊就去補下更多城鎮中心 4TC開瓏 好 日本這邊是決定要來速升 帝王十代 然後轉出巨型投石機 防守的一個打法 那這邊肉馬的話 也可以再繼續往前繞 像剛剛那樣子 繼續給賽爾特人更大的壓力 會更好一點喔 那目前看到賽爾特人 這邊是已經決定要轉帝王十代 這裡沒有打算要來爆 大量的鬆爛武士直接前壓 原來看到裡面太多的劍塔 還有投石車 裡面還有一個城堡 所以這邊送太多兵進去喔 並不是一件非常聰明的事情 好 日本人這邊補下了一級的步兵鎧甲 日本武士也開始慢慢量產出來 已經來到了7隻的數量 待會應該是有機會可以看到 鬆爛武士對抗日本 武士的一個對決了 好 肉馬再繼續往後繞 這邊居然抓到蓋城堡的村民 可能會損失一些數量 還好家裡的槍兵還是很快速的回來救援 還是被塗到了一些村民 兩邊都在互相傷害 鬆爛武士直接跑到左邊的礦區 看一下黃金的挖黃金的村民 還是騷擾到了日本這邊 日本這邊有點小小的斷金喔 還好這邊主金還在嗎 這兩塊金喔 一定要趕快拿回來喔 不然可能會被 塞爾特人給壓制住 好 升到帝王勢太之後 均勻投石精英開閘 反正左邊的鬆爛武士加上 奴兵完全不理城鎮中心喔 直接前壓 好 這邊塞爾特人可能是在後面喔 好 家裡的部份 好 塞爾特人這邊補下兩個工程器製造手 那日本人這邊喔 也可以考慮喔 去轉一些 工兵出來打 但其實遇到 塞爾特人轉工程器的情況下 會不太推薦 好 塞爾特人打的是 縱形弩號 OK 所以 縱形弩號打日本武士 效果其實蠻好的 就是比較害怕投石車 而且日本人如果點下金冠技術 彈射器的話 也可以加快 巨型投石機的攻擊速度 這個能力呢 讓他打對方的工程器喔 甚至打火炮 有一定的效果在 因為攻擊速度快喔 也會比較容易打到 對方 所以如果 弩炮來說的話 日本人要解喔 只能用自己的 騎兵單位 或是用這個老頭 去嘗試 解解看喔 好 這邊轉出了 印刷技術 還有啟示思想 增加一下 老頭的 遭翔射程 好 這邊 三台軍銀頭石機 準備要來拆掉了 這一棟城堡 然後宋蘭武士大量上前 當然這邊日本擁有的是 日本武士的正面硬扛 日本武士打宋蘭武士傷害非常的高效 直接打掉了很多的宋蘭武士 但是投資車也被換掉了一台 但還好 正面的城堡已經被日本給拿下 日本這邊稍微可以出去 但是後方有被少量的宋蘭武士給騷擾到 這一隻日本武士居然在砍哨戰 後面的宋蘭武士 被砍一刀很痛 哇 這就是二刀流 日本武士 好痛 日本武士爆砍一波 奴炮一出來 結果還沒成形 就直接被日本武士抓了個正著 這邊 塞爾特人這個投資 可能沒有那麼划算 好 日本武士繼續向前 瘋狂亂砍 果然點下了救贖思想跟神聖思想 兩個思想都點下了 那待會就算盧炮真的成形 也可以用自己的老頭去招搶對方的投資車或是盧炮 都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畢竟這個招翔射程有十二 盧炮射程只有七喔 投資車好像也只有八戶七而已 所以 薩爾特人這邊 工程器的路線 基本上已經被克制住了 那如果這邊真的想要打贏這一坨的老頭 加上日本武士的話 可能要轉部兵單位喔 像這個劍兵勇士喔 或者是 轉一些工兵單位 那我們要講工兵單位喔 真的是不太適合 打日本武士 還有這個老頭 因為他只有二級射而已 所以薩爾特人遇到這種陣型打法會比較困難一點 可能要考慮去轉這個遊俠 甚至更多的大落馬 去打一下會更好 薩爾特人這個文明真的是蠻特別的 他是有大落馬 也有這個 遊俠的文明 遇到對方有這麼多老頭的情況下 遊俠並不是首選 可以考慮用 自己的雙手劍兵喔 去正面對抗 日本武士 然後 後面呢用大落馬去抓掉工程器單位 還有這個老頭的部分 那等這些東西解完之後 如果對方沒有出日本武士 自己再轉出送爛武士會更好一點 好 那薩爾特人這邊已經轉出了送爛武士的三級 日本這邊 巨型抽屍開始往前拆 好 後面補下更多的軍營 轉出的是雙手劍兵 但確定就是升級需要一點時間喔 升到劍兵勇士前喔 需要大量的黃金 跟肉類喔 才有可能快速升級上去喔 至少這個投資也是要投資破錢了喔 才可以升到劍兵勇士 好 那薩爾特人這邊看到自己家裡的農田喔 已經被騷擾掉了 後面可能要趕快再開下更多農田 直接到了上方補了幾個軍營 想要來多線騷擾 日本這邊直接開始著想 日本武士上前 爆砍一波 但是非常多的雙手劍兵 變成劍兵勇士正面反打 但是日本這邊有攻速加成的關係 所以劍兵勇士可能還是沒有辦法藏到太多的甜頭 但是還是可以值得正面迎戰的 結果後面的巨型投資機沒有看到嗎 要不要分一堆去打後面的呢 日文武士再次上前砍爆了非常多的劍兵勇士 但劍兵勇士也是讓日文武士受到一些損傷 數量上沒有像剛剛那麼多 甚至劍兵勇士要打贏了 劍兵勇士這邊的交換還有一個優點喔 就是這邊攻擊喔 有這個讓他的肉類消耗 劍兵的更少一點喔 造教來說比日本武士更划算一點 那如果日本想要打贏劍兵勇士的話 可以考慮轉一些強奴出來 這邊轉兵的話可能會有點硬 如果轉強奴出來的話 賽特人的奴炮 就可以重出江湖了 而且現在已經有大量的劍兵勇士正面往前了 自己也可以轉一些奴炮 當作弓箭手後面做使用 也是不錯的 但是依舊還是要擔心對方的老頭 遭響的問題 好當然沒有問題 老頭的使用喔 是非常需要吃操作跟手術的 所以這邊如果打雙線的話 就有可能會讓對方的老頭產生失誤 甚至沒有在遭響的動作 好這邊再稍微穿燒一下 哇 奴炮果然被招搶走了 兩台奴炮被招掉之後開始攻擊 敵隊的劍兵勇士 劍兵勇士不敵日本武士的正面衝鋒 攻擊速度快還是有優勢的 正面硬打的話沒有問題 賽特人這邊只有補兵的移動速度優勢 正面開打的話還是要靠一些工程器 才有可能打得贏 好 正面有事繼續往前衝 日本在內補了惡農跟三級伐木 好看來日本武士還是站上了上風 賽特人這邊可能要直接倒了嗎 追星頭之一再次架起來了 這裡是賽特人中間的城堡 好 後面只剩下最後一個 好 日本武士再次向前 也無適應的城堡 瘋狂衝鋒 好 但還好 剛才有少量的步兵解掉走邊的巨型頭C 所以目前看起來賽特人還是有機會 後面已經塗到了非常多的村民 哇 這個村民死傷慘重 但日本這邊村民宿還是領先的 好 這裡有一波龍武士進去開始散開 開始攻擊裡面的村民 好 賽特人這邊農田樹指向二十三片田 經濟量有點跟我們太傷日本這邊了 賽特人可能要打出這場比賽囉 好 右邊這塊農田區還是在繼續被日本人給騷擾當中 這時候日本已經點下了金罐 彈射器 彈射器補下之後 攻擊速度會再更快一點 好 這時候 奴炮打軍出來 奴後方的老頭還在持續招翔當中 OK 招翔掉了兩台奴炮 這個投擲車砸到老頭 直接被砸光了 哇 這個老頭數量好多啊 十一隻 哇 後面總共有六台巨型投擲機 這個是在等什麼 等開飯嗎 好 賽特人這邊 見面我是亮哥在慢慢蓄得起來 帶兵不多 好 砍掉了右邊這個軍營 好 砍掉了右邊這個軍營 這邊要來打算 衝鋒了吧 真的覺得賽特人可以轉個肉嘛 肉嘛加上劍兵勇士的推進喔 肉嘛加上劍兵勇士的推進喔 會讓日本這邊的老頭 較會有壓力一點 好 這邊招翔完之後 開始把老頭往後拉 後面的日本武士 可以考慮這時候向前喔 但這邊的巨型投擲機太多 一次排開 讓日本武士只能往右 開始繞過去 結果讓賽特人砍掉了自己的所有的老頭 沒有老頭的加持 這邊奴炮就可以做到很好的效果 但是後面軍營投擲機直接用 隕石樹砸掉了幾台奴炮 哇 這邊賽特人一瞬間突然達出了句句 這看起來 日本人這邊的投擲還是挺猛的 攻擊速度還是很快 那日本這邊呢 日本的武士衝鋒還是 優於賽特人的這邊步兵爆 那我覺得 老頭 老頭這個單位 用肉碼酗酒還是比較簡單一點 雖然最後老頭來的問題還是解掉了 但最後的日本衝鋒 武士的這個衝鋒還是沒有解掉這個大問題 最後只能打出GG 那日本這邊出到10台巨型投擲機有點 把他當成工兵了吧 傷害比較高的工兵 好來看一下這個經濟的部分 經濟的部分是有賽特人 跟15拿到一些血的勝利 大概都贏一兩千 黃金來說是日本贏到了大概兩千四左右 經濟量來說其實還不錯 其實來說賽特人應該是這場的經濟霸主 你要想他的經濟已經是被騷擾到 經濟量還可以少贏日本一點點 日本這邊則是用軍事上 壓制住賽特人 不然這邊賽特可能 也很有可能 後面可以爆出大量經濟去碾壓給日本 日本這邊進攻時機還算不錯 而且轉出老頭也是相當關鍵 這也是差異可以贏下這場比賽的一個關鍵之一吧 好啦那我們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囉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 Bye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